昨天呢我们主要讲了几块 两块 一个叫做Response 还有一个叫做Request 那讲这两块呢 我们都是按照它的组成部分讲的 那讲Response呢 我们讲的时候是按照它的 是不是也是先讲的响应行 对吧 然后再讲的是我们的响应头 最后呢讲的是响应头 然后呢我们的Request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先讲请求行 然后呢后面是请求头 请求底 好了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Response叫什么 Response叫什么 响应对吧 很想要它用来干嘛呀 它可以干嘛 往浏览器怎么样 写东西对不对 浏览器写东西 这是我们的响应 然后呢请求呢 请求叫做什么 Response叫做什么 请求对吧 那它的作用呢 获取什么 获取从浏览器发送过来的数据 对吧 首先要把他们两个搞明白 你才知道他们的方法是用来做什么的 OK吧 不要搞混了 Response是往浏览器写东西 Response是获取从浏览器发送过来的数据 好了那紧接着我们来先看瑞斯棒子 瑞斯棒子里面呢 我们先看它的浏览行 浏览行这里面呢 还有我们的协议版本 还有我们的状态码 以及状态码说明 对不对 那这里面呢我们只需要操作什么 状态码是不是就可以了 操作状态码这里面的方法有什么方法呀 是不是有一个方法叫做 什么方法 常用方法有个set slate set slate 是不是这个方法 然后这里面放一个inter code就可以了 但是呢这个里面呢 主要是针对的是什么 一叉叉和二叉叉 还有我们的三叉叉 OK了吧 其他的呢不能用 其他的也想用四叉叉和五叉叉 一般用的是真的 arrow 但是那个呢一般不归我们管 服务器会帮我们做啊 好了紧接着我们来看前一头 前一头首先要知道前一头 它的格式是一种kvalue的形式 对不对 k冒号value的形式 当然这个value呢 可以是多个对不对 可以为多个值 可以是多个 然后如果为多个的时候呢 这里面的方法呢 我们要知道 这里面是不是有两套方法 一套呢是设置对不对 常用方法第一套设置 设置的用的是set header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里面放的是我们的子群的k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子群的value 当然这个呢 要求大家知道 这个是设置字无串的 OK了吧 设置字无串形式的 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叫做 add header 对不对 add一下 add header 这里面呢叫做添加 贴将这里面有个特点 如果之前没有设置过 没有设置 则设置 而如果设置过 得追加 好了 这是它啊 其他的方法呢 什么 他的英台啊 或者add的英台啊 还有我们的add 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那还有一个叫做响应体 那响应体呢 这里面呢 主要的方法 响应体 谁人要得到响应体 顺序干嘛的 是不是浏览器 展示的内容 对吧 浏览器展示的内容啊 展示的内容 然后这里面 常用的方法 哪几个 哎 有一个叫做 get writer 对吧 那还有一个叫做 get out 不得 读碎 哎 这两个方法 把它注意一下 一个呢 是字符流 一个是自己流 那字符流 只要是自己往浏览器写东西 就用这个字符流 别人的东西 一概用 自己流 OK吧 哎 好了 把这个注意一下啊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需要注意一点事情 注意两个流 怎么样 哎 两流不适啊 只能使用一个 然后并且呢 哎 这个呢 服务器会帮我们怎么样 会帮我们关闭啊 好了 这个是我们的想象体 然后紧接着呢 哎 我们在这里面输了一些 常见的头啊 常见头 然后配合着我们想象体 这里面都有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回下一下 这些常见的前线头 前线头 然后第一个 哎 这里面我们有一个叫做location的 对吧 location是用来干嘛的 哎 重定下 重定下 重定下的时候 这里面要配合谁使用啊 配合302状态码使用 但是呢 我们开发中一般怎么用 开发中直接是瑞斯棒子 然后点 send ready reactor ready reactor 然后呢 后面加上一个 哎 你要有错误的路径 是不是就可以了啊 哎 直接写个路径 哎 这样就可以了啊 这是我们的重定下 然后呢 还有一个叫refresh 哎 什么东西啊 哎 定时刷新 对吧 然后这里面 用的时候 哎 它的格式 就是我们的 瑞斯棒子 然后点 再的一个 high的 对吧 然后这里面放上我们的kvalue 那k呢 就是我们的refresh 对不对 哎 refresh 然后呢 value呢 先写一个什么 哎 秒数 然后紧接着后面 加上我们的ur 是吧 ur就可以了 好了 这是一种写法 那还有一个 这是在加网中写的 那么有可能我们在页面上也需要 在页面上调整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什么标签 Metal标签 那这里面呢 有一个伪装成hgdp写的东西啊 但是头呢 还是用refresh 是不是就可以了啊 这是在我们的hgdmr 页面中使用 好了 这是我们的定时刷新 然后这里面 我们还讲了一个 叫做content type content type 那它是用来干嘛的 设置什么 哎 设置文件的 mimer类型 对吧 且 还能干嘛 还能设置 哎 响应 流的编码 对吧 哎 现在里面编码 贴 来告诉浏览器 用什么打开 用什么编码打开 OK了吧 你就是用来处理什么 中文烂码呗 天的中文烂码 对吧 啊 这个啊 然后这里面用的生态 我们开发中一般怎么用 开发中使用的是 瑞斯棒子 点 塞的一个 content的 type 哎 直接这样用 然后这里面 编上一个 mimer类型 就可以了 哎 比方说 我们经常写的tags 然后 html 对不对 那后面的东西 你可以有 可以没有 如果你要想设置 文件的中文烂码 你就加上 如果不需要的话 你就不用需要 加就可以了啊 utf-8 哎 这是他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还讲了一个头 这是文件下载的头 文件下载头 哪个头啊 哎 康 t 然后呢 递斯 position 对吧 哎 这个头 然后呢 这个呢 是设置文件下载的 设置文件下载 那这个用的时候 怎么用啊 哎 是瑞斯棒子 然后点 载的一个 开的 然后呢 破红 这里面放上 我们的 这个玩意儿 他们的 第四position 然后紧接着 后面加上一个 sow号 哎 写个 啊 tachment 对吧 tachment 然后呢 后面加上一个分号 file name 然后等于什么 哎 加上我们的文件名称 是不是这样子的 啊 好了 把这个呢 也注意一下啊 然后紧接着我们在里面还讲一个文件下载的东西 哎 文件下载 要讲文件下载 就需要干嘛 需要干嘛 设置两 两头 两个头 是吧 两个头 一个流 那这两个头 那这两个头 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 content type 一个呢 是我们的 content 是不是这个 啊 还有一个是这玩意儿 那流呢 是不是就是获取我们的文件流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通过我们的 然后把它通过我们的 Response 点 把它输出到浏览器 是不是就可以了啊 啊 好了 注意一下啊 这我们的文件下载 是这个 好了 把这段注意一下啊 这就是我们的响应里面的信息 当然我们的响应还可以生成响应码 对吧 要找响应码的作用 就是为了防止暴力的 对不对 不管是暴力破解啊 还是暴力工具 还是我们的暴力刷票等等等等 都可以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啊 好了 这个呢 整体上就是我们的瑞士放数 啊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请求的东西 那请求呢 这里面呢 我们要知道请求呢 就是获取从浏览器团发送过来的数据 然后这里面讲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按照这个请求行 请求头 请求参数 这个词语来讲的啊 来 首先呢 我们来看请求行里面 请求行呢 这里面包含了你访问的信息 以及你请求的ID 你已经访问的哪个项目 等等等等 这些信息 对吧 那这里面我们最主要的常用方法 哎 这个呢 必须得掌握住啊 这种方法 尤其是一个 其中的一个方法 哎 叫做 获取项目名 项目名 这个必须得记住 叫做什么方法 盖的什么 content 好 OK吧 这个必须得记住 必须得记住 还有一个能获取IP地址 对吧 还叫做什么方法 盖的remote.atdr 对不对 哎 这两个小米来说 这个呢 先记住啊 好了 这是我们的请求行里面的东西 然后你用来看请求头 请求头呢 他就也是 他的格式也是什么 KM的形式吧 对吧 哎 格式也是K 然后Y6的形式 这个Y6呢 同样 哎 可以为多个 可以是多个 然后怎么用呢 哎 这里面的常用方法 也是有一套方法 但是呢 我们只需要掌握 其中的一个方法 叫做什么 叫做什么 盖的什么 孩子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面放上一个 哎 是不是头就可以了 对吧 哎 他就可以获取到了啊 哎 把这个记住就可以了 那其他的什么盖头 我获取所有的头 然后还要获取一个 可以对应的所有的 啊 这个前言图的内容 那个啊 大家呢 可以把它放掉了 OK了吧 啊 但是呢 我们为了我们的 知识的系统化 有的东西呢 也得给大家说一下 OK了吧 啊 这个呢 大家要理解啊 好了 这个是我们的请求头 然后紧接着 还有我们的请求参数 那请求参数呢 这里面哎 我们想知道 盖的请求和Pose的请求 他们俩放在请求的参数 的位置不一样 对不对 那只有我们的Pose的请求 它才有请求底 那请求底里面放的 就是请求参数 对不对 那么我们的盖的请求呢 它是将请求参数 追加到了我们的地址上 对吧 啊这个呢 是老生常常的事情 然后进行接着 我们来看 获取请求参数 这里面的方法 哎 如果说 非得要分一个重点来说的 这里面的请求参数 才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OK了吧 那这里面 我们想想 这里面有三个方法 分别是什么 带在什么 带在Pire Meter 对不对 Meter 然后这里面写上一个 Street K 对吧 那这个是获取单一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方法 哎 等会 我得把这个字 反回值写上这个 还有一个方法 叫做 Gate 什么 Parameter 什么 Y6s 是吧 那它反回的是一个 Street 然后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Gate Parameter Map 那这里面呢 不需要参数 它呢是获取 所有的参数名称和值 它的反回值呢 为Map 集合 对不对 然后里面算的是 Street 然后呢 还有一个 Street 数组 对吧 哎 把这三个方法 要掌握住 啊 然后在这里边 我们获取请参数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呀 哎 这个问题呢 是我们的中文乱码问题 中文乱码 注意 这是紧求的中文乱码 OK吧 那必须用品析的东西去做 那这里面有两种方式 一个呢 是通用的方式 通用方式 通用方式呢 是通过什么东西来做的 你有一个Street 你有一个Street 然后呢 这里面放上什么 哎 放上我们的 这个参数的值 对吧 哎 参数值 然后紧接点 盖着一个 Five 然后这里面 写一个 伺服事 哎 呃 编码题 ISO 8859 上腰 然后紧接了 后面呢 用什么组装一下 就可以了 对不对 UTF-8 好了 要知道 它是干嘛的 这个 为什么会中文乱码 我们要知道原因 OK了吧 其实后面呢 你会渐渐的万的这种原因 你会把这种东西呢 形成一种习惯 所有东西都是你用着用着就成习惯了 你再也不用管 它为什么了 OK了吧 啊 就像这个 再讲我问一下大家 今天问大家 不一定还知道 但是明天 后天 你有可能就吃点忘掉了 对不对 还是由于什么原因啊 由于我们的地址而上 然后他会把我们的 什么 哎 参数是不是进行编码啊 啊 编码 然后呢 哎 然后我们的服务器是不是又会进行解码 哎 这时候就会出乱码啊 好了 把这个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啊 那这是一种方式 那还有一种方式呢 是我们可以怎么办 用什么 哎 我们针对于扣子专用的东西啊 针对于扣子的 哎 可以这么玩 然后就直接是 rewise的点 散着一个 character encoding 然后这里面写一个 UTF干嘛 哎 这个就可以了 OK吧 啊 有好多人说 哎呀 这每天的方法好多 是不是好方法好多啊 那总是呢 学完今天就忘了昨天的 是吧 哎 但是呢 我告诉大家一个 忘不要紧 起码你知道有这个东西 对不对 到时候呢 就能 就能找到就可以了 这个呢 和我一样 那我要一直不写 我也会忘 但是我一直写 你看这个 这些方法 不能说丝毫不差吧 应该都差不多 对不对 哎 这个就是一个情能补夺嘛 是吧 哎 我比较笨 所以呢 我经常敲 哎 我而不是去复制过来的 是吧 所以呢 我要向大家写代码的时候 尽量不用是 不要使用那个 奥特杠 直接上去 OK了 先把它 就即使出来了 然后你照着它敲一遍 OK了 在它敲一遍 敲一遍就有 就有什么 就有印象 如果你只是看一眼 那忘得好快的 就和我们上词一遍 你听我说一遍 忘得很快 但是你如果敲一遍 你这样的记忆力呢 就比较深刻 对不对 大家不要怕忘记 不要怕忘记 我们肯定会忘记 不要怕忘记 忘记呢 不是一件很悲似的事情 忘记呢 恰恰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哎 不要笑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但是呢 忘记呢 不是彻底忘记 而是一个暂时的忘记 哎 那么到后面呢 我们在案例里边 案例里边一直用到的方法 就是包括从今天呢 今天呢 就马上就一半二次了 是吧 我们的外边是不是就一半了 那后面呢 我们统统要使用 就这些方法 那这些方法 有那些方法一直用的 你们马上会发现 如果一直用的方法 让你忘 你也忘不掉了 不信 咱们走着瞧是吧 啊 好了 把这种注意一下啊 该忘的东西呢 必须得忘一下 没关系啊 但是呢 一说到东西呢 你得知道 去哪里查 它属于哪块的东西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啊 我们的东西呢 很多啊 包括我也忘 你要问我啊 你问我技术版的东西 有可能就忘完了 OK了 我也不讲 然后呢 我就忘完了 然后呢 问我三大框架的东西 我已经几年没讲过了 你再问我 我也忘了 但是呢 我们捡起来就快了 OK了 一旦捡起来就快了 特别快啊 这个呢 和我们当时有一定关系 比方说过两天呢 我们要用到粒子集合 麦克集合 这个是我们基础的东西 让你现在说一说吧 你说不出来 但是呢 让你查 你只要去哪查 对不对 哎 这个呢 就是思想 沉淀了下来啊 我们一切呢 注重思险 当然代表呢 必不可少 练一遍 练两遍 肯定是好的啊 那么有的人问 这个 哎 就是怎么破呢 这个破的时候呢 正要看个人的修为是吧 如果你有时间 你有精力的话 你隔个三天 七天 然后呢 还有十五天以上 然后你可以回去 瞅一眼 就瞅一眼笔记就可以了 其他的什么都不用做 只瞅一眼 连挑都不用挑 瞅一眼就可以了 过目不忘 是吧 哎 要练成这种的 这种啊 好了 把这个呢 注意一下 来 又拉远了 是吧 哎 回来 是吧 来 我们来看看啊 哎 讲完了这个请求参数 哎 这里面处理了中文乱码 然后进去了 这里面我们也讲了几个 常用的头 常用的头信息 然后这里面 我们第一个讲了一个什么 哎 什么东西 优的 金色 对对 那他是用来干嘛的 哎 或许浏览器那盒 或许浏览器那盒 刚刚这里面还有一个 哎 叫做啊 ROVER 对对 那么他lli是 哎 一眼面从哪跳转过来 对对 从哪里跳转过来的 跳轮过来 好了 把这个两个常见的图形机就记住就可以了 然后既然说完这个图形机了 那么我们文件下载的时候 是不是有依赖于我们的这个UterEdit 判断一下它的浏览器是什么 然后呢 我们文件下载的时候呢 中国名称好处理编码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对于我们的谷歌浏览器来说呢 一般谷歌和常见的浏览器来说 一般用的都是UTF-8编码的 你给一个UTF-8编码的 编码的编码的 字符串就可以了 但是针对于我们的Firefox 那它针对的是必须是Face64 对不对 那到时候呢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工具类用一下 工具类里面就判断一下你的内核是什么 然后呢根据不同的情况 然后给它返回不同的字符串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个呢是我们request中的大部分东西 但是到最后呢 我们还讲了一个request的什么 预对象吧 对不对 预对象 那么要问到预对象是什么 我一直告诉大家 预对象呢就是在它活着的时候 你往里面算质值是不是就可以了 其实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什么 Map集合就可以了 你就把它当成Map OK了 这个Map呢可以往里面放直 那放直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的叉叉叉 对不对 这一套方法吧 对啊 就这一套方法就可以了 要知道这里面呢 我们一下子学了好多 比方说有request点 get attribute的 然后还有个get parameter 对不对 那这两个方法本来任何关系都没有 任何关系没有 只是都叫get而已 都是获取的东西而已 当然有人就迷糊了 对不对 那在这我给明确说一下啊 get parameter 获取的是客户发送过来的数据 对不对 客户发送过来的数据 用我们的get parameter去接收 我们自己往里面set的东西 用什么设置 用什么获取啊 get attribute获取 把这个搞明白了啊 一个是客户的东西 一个是我们自己的东西 OK了吧 哎好了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欲对象 那在这里面我们要知道 这个欲对象 他的生命究期 也就是他什么时候存活 这里面我们要记住 他是一次请求的时候 是吧 在整个请求里面都可以使用这个对象啊 那在整个请求里面使用这个对象 那么我们就要涉及到一个中心 叫做请求转发 对吧 就在请求转发的时候呢 我们才可以使用 才能用到这个欲对象 对不对 那请求转发 怎么请求转发呀 request点什么 get的request的 get的request的 第四partcher是吧 第四partcher 然后呢 紧接着这里面写上一个上 内部路径 OK吧 然后呢后面点 forward的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呢这里面写上 我们的request和rentbox 就搓搓了 OK了 好了 这个呢就是我们昨天所有的内容 那今天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今天的东西啊 今天呢有这么一件事情 在我们在那是哪一天看那个小品的时候是吧 我说你要从小品里面看出点学问 对吧 那学问是什么东西呢 现在我又可以告诉大家 那上面呢有一段精彩的 对话 那么我们都记忆深刻 什么是对话 咋的啦 是吧 一直是咋的啦谁呀 咋的啦谁呀 对不对 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也就是说他问这一句话的时候呢 忘记了他上一句回答了什么 问了什么 是不是这样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他只能记录当前你问我的是什么 你怎么了 对吧 你问的是怎么了 受伤了 谁呀 他是不是只能记录一次 其他的东西就是记不住 那这个东西呢 和我们的一个东西特别的相似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HDPP协议 HDPP协议呢 是一个无状态的协议 也就是说他你发送过来的东西 他只记录当前请求的数据 其他上次干了什么 他完全忘记了 这叫无状态的协议 OK吧 就和我们那个对话一样的 那么这里面肯定不行 那怎么办呢 你比方说 哎我们经常在网络上购物 购物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我们得登录 登录以后呢 我们点一下购买几个东西 什么东西购买几个 是不是要添加到一个购物车里边 就在那这个东西呢 最后结账的时候 他是不是要把自己购物车里面的东西都给我装过来 然后在结账的一个订单里面 是不是就展示出来 这个是属于一个用户的数据 是不是当前用户的数据 那你怎么就记录他 还有我们登录的时候 是不是每个人都登录 登录的时候你登录几次啊 是不是在一次一次打开浏览器的时候 我们只登录一次 对不对 那其他的为什么不用登录了呀 也就是说 我们在登录的时候呢 我们的登录状态已经被某些东西给记住了 肯定不是AGDP 现在那什么东西记住了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绘画技术 OK了 那绘画技术作用干嘛 就是用来记录我们的HDP协议 他的一些东西 OK了 也就是我们用户访问的时候产生的一些数据的 那这里面我们要讲到什么东西呢 来讲一个叫做Cookie Cookie是我们的浏览器权的 然后还讲一个Size是我们的服务器权的 要讲这两块 这两块都得讲 OK了 这两个东西呢 你随便 有的时候呢 我们用三成的东西 也可以用铺轨做 用铺轨的东西也可以用三成的做 无所谓 但是呢 一般有一个约定组成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用什么的时候 哎 用哪个绘画技术 OK吧 做什么功能 用什么绘画技术 我们有一个约定组成的 规矩 OK了吧 那大家不用破坏这个规矩 按照这个思路来就可以了 我们今天呢 就来学习这两项绘画技术 但是学这两项绘画技术之前呢 我们还要讲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叫做DSP 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什么是DSP 哎 先扯一下 是吧 那么我们发现 他昨天的时候 我们往页面上打一个表格 通过我们的 Sorrent 往页面上打一个表格 大家会觉得 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对不对 也就是在 加尔代码里面 我们要写什么代码 HTML代码 那这个件事情呢 很恶心 是不是 拼字不算 很恶心 但是呢 反过来想想 如果要能在HTML代码里面 写架尔代码 那是不是就爽多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DSP是什么呀 就是这个东西 你就是在我们的HTML代码里面 编写我们的架尔代码 OK了 那它是什么东西呢 它也是一个Sorrent 只不过是个变化型的Sorrent OK了 好了 注意一下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学的这三个内容 分别是我们的DSP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Hookay 还有我们的Sation 先明白他们是干嘛的 紧接着我们就来开始学习它 OK了 来 把这个等